我們拿一個沒有牌 我們的Adams籌碼已經達到了五十萬 那我們的雪球idol是選擇拿一個勾九的銅花在Button進行的一個抵抗 嘗試在有位置的狀況之下去打翻牌 在這個flop我們Adams中了一個頂三條 那其實有些人會在這種牌面上做一些check 因為就是讓自己在這種連續很連的牌裡面的上面 因為大部分不是open racer的range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在這邊選擇做個check 平衡自己在沒中的時候還是擁有一些比較大的牌 那我覺得T&VAdams打得非常非常穩 他也不會急 我覺得這邊會是一個 他也不會急著想要在這邊做一個check race 然後我覺得他會check hold 試著做一個陷阱給對手 他這裡又有一個手握一個頂set 根本就不怕 對手的雙頭滿順 他還是選擇跟住 對手 所以其實在這種什麼開一些678 789 890 其實很多職業的玩家會在這邊選擇用 AAKK 然後有一些三條 會選擇一些check 這樣子 也會讓對手有一些資訊說 我並不是在這種結構上就是沒有牌 我只是用不一樣的策略來對付你而已 那在相對這樣看起來 我們現在是因為我看到底牌 可是如果在沒看到底牌的話 其實在這整個範圍來看的話 Social Idol的範圍是比對手強比較多的 所以那現在Social Idol就是持續的 繼續的想要攻擊 那 Timothy Adams會不會在這邊選擇把底持打起來 這其實是有可能的 因為他也會擔心的是 就是在合牌開個scary card 那主動拳也不在他的手上 那對手現在其實打的蠻大的 表示他可能手上有一些不錯的強牌 那他不希望合牌開一張7、9 或是一些比較不好的牌 讓他可能 讓對手把這個 就是Kill Action的牌 而且他在合牌 他又沒有主控拳 所以他可能會在這邊加注 然後把主動拳掌握在手上 加注到8萬8 而且這裡還是有一個後門花的聽牌 嗯 排面還是比較實的 他也是希望對手這裡 如果 這小概率可能會有一些 SET6、SET8這種東西 因為如果SET6、SET8 他這邊選擇一個Track Race 其實對手也是跑不掉的 對一定跑不掉 他也要搭橋 給對手一點機會 所以不管出於4拍6 還是去提高對手的買牌價格的關係 所以其實後手也是蠻深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像遇到這種Aden這種 其實他是真的打非常穩 我覺得像拿這種9狗這種牌 我覺得 我 嗯 我可能會選擇去拿一個Free Car 那假設我選擇BAT 我想要試著偷下這第一次的時候呢 他又 選擇Check Race 那我會就 大家就真的放棄了 羅力格是選擇在槍口位 加注他的A圈雜射 Nine is Roelick 那我們的SET Greenwood 面對UTG的加注 他手上有一個Parketens 可是他籌碼大概只有 不到 30個大盲 大概只有23個大盲左右 是可以支持ALL IN的 面對槍口位的一個加注 面對槍口位的一個加注 對 八人座還七人座的話 四次直接ALL IN應該是沒有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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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一個小的再加注 就是加注又說我不蓋 那羅力格這邊有一個S Queen 我覺得可能 還是也是有機會跟他打完 不過通常我們看到這種狀況就是 大盲具3BUTG 通常牌都是非常大 可是基於數學的角度就是 Like是不會散掉這種牌 就算你演得再大 我的S Queen就是不會蓋給你 對 因為這個面對一個這樣的範圍 沒有辦法 肯定會CALL的 這個翻牌 擊中了一張Queen 但是還是有一個兩頭剩的條牌 好同時還有一個紅心出牌 瞬間變了很多個out 三七開 喔紅心到 好 這張紅心3 讓我們的San Greenwood 省下一百萬 對 就不用這麼著急去充買了 好今年 WSOP拿到金手鏈 我明年就打 喔是嗎 對 金手鏈就打 我可能還是要多 在開始桌上爬爬分 我的錦標賽打得比較少 好我們的 我們的 Rolic 選擇 一個 抵抗 面對 Solderidus 好一個 那是華聽牌 可是我們的Riger也中了一個頂隊 那下了一個 並不是很大的柱 四分之一左右 那Riger對他來說也是一個輕鬆的跟住 甚至他有時候在這邊也會做一個check race 我覺得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因為他有一些攤牌價值 又中了一張2 我覺得這邊check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WOW WOW 中了一個 那我覺得Rolic這邊可能會選擇一個價值下注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三分之二一個比較大的價值下注 因為畢竟對手不太會有4跟2的範圍 那他可能會想要價值下對手的Ace 或者是他可以便宜的砍到對方的88或99 這裡還是會 我覺得會打個半尺吧 1萬4之類的 對 我也會打在這裡 我2萬3滿吃 我2萬3 打一個pot 打得真的很兇喔 真的是兇 可以看到高手在 覺得自己大的時候下注真的不手軟 對 所以你看阿童我昨天有沒有跟你聊到類似這種狀況 就是 當他自己手上range比對手強的時候會打一個 滿吃 所以當這時候對手也沒辦法bluff 那隊友這時候真的敢加出來他真的只能蓋 他在隊友這裡是連2都有點慌耶 是 可是這個 這個連2就只能用跟 因為對手的確是會有4的範圍 可是他自己手上沒有什麼4的範圍 所以在這種狀況的時候他也只能用跟 他這裡2也只能是跟啦 對 甚至有一定的機會可以蓋掉 不可能是做一個race 蓋是蓋不掉的啦 對 根是一定要跟的 只是 要加出來很難 可是 如果他打很小 這個是可以加的 我覺得 所以這裡就 基本上一槍就封死了對手所有行動 對 那只有沒有辦法了 你沒牌就扔掉 有牌就只能跟 對啊 如果你真的加出來那你就是更大了 對 這邊讓對手只能說實話 好 又一手K圈 這回是同色的 Adams今天是拿了很多手K圈 我覺得 我覺得 Adams的風格他好穩喔 就是他跟 嗯 一般的 他都不會急 就是像我剛剛 我們看到他對決跟 San Greenwood那把牌 他就打得非常的扎實跟穩 然後 也不怕 完全不怕被超車 也不怕 怎麼樣 他就一步一步一條接一條接 慢慢的跟你打 哇喔 哇 兩次都遇到ASUS 那這個的 ASUS的 San Greenwood他現在應該要想一下他要怎樣分配他的籌碼 因為他只有 11萬 11萬大概是 33個大碼 左右嗎 翻前 flop 蹭 最多到轉牌就得來打掛 可是照理說這邊應該要加注很大 可是他可能因為 他的籌碼太少還沒辦法加注很大 因為他還是要吸嘛 兩萬六之類吧 兩萬六 如果要重玩多一點 正常可能會加到三萬 走一個兩萬五 對啊 大概兩萬五 因為他後面剩太少了 那這一把 雖然是銅花喔 可是我覺得這一把他有機會蓋掉的原因是因為 後手太短 後手太短了 而且 而且在一個三人的底池 他的位置又是最不好 而且一進去底池太大 他的很有可能就必須要跟 San Greenwood打完 那King Queen 出體算是個蠻不錯的騎士手牌 還是選擇跟住 還是選擇要跟 King Queen同色 那我們的10-10好像也是有賠率了 對 10-10是一定不會蓋的啦 對 甚至我覺得他做這個擠壓 Adan's蓋牌 我覺得 Lawson這邊直接all in他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對 因為10-10太大了 對啊 而且面對一個短籌碼 完全支持打光 我們來看看翻牌會不會來一個 90勾 精彩一點 WOW 差不多咧 差不多咧 10勾K 那這一個 最不喜歡 Greenwood最不喜歡看到的一個牌面 滿不強的 對手是利益 可是他這也沒招啦 這沒辦法 他可能真的就是all in 1比1的賠率 那 然後這邊 我們的 我們的 King Queen也是得call Adan's也要被吸進去了 然後 這位置太尷尬了 我們的Lawson 爽 爽一波 又做一個2萬5 那我覺得 這邊對於我們的Adan's 就是一個輕鬆的跟組 他也不太好動 不太好動 其實 選擇跟住 那這是我們的 Rawson 應該就是要想辦法把自己的籌碼盡量丟進去 28萬7千 覺得應該 還是選擇跟住慢打 非常的 非常的隱蔽 看一下轉牌 好 五關緊要 一張紅桃3 那這樣子的話 Greenwood是逃不掉了 是肯定逃不掉了 沒有辦法了 一個O0 因為都是跟住 沒有再翻牌 遭遇反抗 而且他現在如果跟住 我們的Adan's再跟住 我們的Lawson 應該要選擇O1 這手牌 我們的Adan's 真的是會被Greenwood帶去 真的是被夾死 哇 好穩啊 這裡還能過牌 大神級啊 真的是 真的是大神級 這個應該找 我是忍不住了 我也忍不住了 對啊 實在忍不住了 大神級的過牌 也是選擇過牌 真的穩 兩個人真的是打得真的 這麼這麼好呢 這個真的是世界頂級的一個 世界頂級的一個技術展現 打得真的太穩了 對啊 那現在 現在我覺得 Lawson 我覺得他也不用擔心會遇到A 比他更大的牌 因為有AQ在TEN 不可能在這兩個狀況 兩家都check了 所以他應該知道自己實時是大 這邊 這邊Greenwood 蓋掉我就真的覺得 就跟神一樣 我覺得他很有可能會蓋掉 他是有概率蓋掉的 因為他既然選擇 在轉牌check了 他面對對手整個範圍 其實是不一定領先 不領先的 而且還是三加 他滿糾結的 他滿糾結的 我們來看看Sam Greenwood 這裡如果能做一個蓋牌 從今往後 我就是他的粉絲 太強了 你打了多少 在Flop的一個 哦蓋掉了 他真的蓋掉了他的A 這個 太厲害了 這真的 強到爆了 哇 哇 哇 真的太浮浮了 你後面那個 再打 再這樣一個翻牌 面對一個這樣子的賠率 而且他丟了那麼多的籌碼進去 這樣他只輸了 五萬的籌碼 在翻前做了一個兩萬五的隔離 然後在Flop做了一個兩萬五的 C-bet 被兩加跟住 哇 頂隊兩頭順也蓋給他 有母關來了 難以想像 這樣子一個慢打的Sedis 竟然只贏了這麼點 天啊 這個Aedis跟Sedis 這兩個人到底是 是不是有透視眼啊 哪裡來的神仙啊 而且這個Sedis真的是太屌了 真的太誇張了 好 我們的Greenwood 這裡是選擇加住 他的九溝同色 在Hajack的位置 我們的Aedo在大盲位 A圈選擇防守 我真的覺得我只能說 替那個Sedis感到遺憾 他一個Sedis 這個三條在三人底子 大家 大家重成這個樣子 然後他 贏這樣子 已經打得非常好了 他那種Sedis在Flop一個跟住 就已經打得非常好了 對啊 已經非常非常隱蔽了 可以說這手牌 三個玩家都表現出了 真的是 表現出了超一線的水準 根本就 Greenwood太強了 就感覺是不同維度的 太強了太強了 而且之前Greenwood在那時候 K圈他的天生順 在和牌蓋掉 真的 而且是面對 他已經做了兩次 在一個面對非常非常 一個非常非常極限的一個 底池賠率比之後 依然選擇蓋牌 對 這簡直是會違背數學邏輯的一些 一些牌 而且他都蓋對了 而且他並不是 有什麼 因為壓力而蓋 而是他 感覺是已經摸透了對手 而且是 但凡他自己蓋錯 就會被人笑的 因為 都會覺得 底池一定這麼大 你後手這麼點 然後你打出去五萬 後手剩七萬 面對一個 三十萬的底池 你還能蓋掉 那對手 他根本不care這些 我覺得我蓋得對 我覺得隊友大 那我就能蓋得掉 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師傅教我打牌的時候 就說 你要提高 你就要慢慢學會 如何蓋得掉 就是要蓋牌蓋牌 怎麼去蓋得掉 我真的今天是 知道什麼才叫蓋得掉 那我們今天 我們社交愛豆 有一個AQ 真的 可以有這樣子一個蓋牌技術 這樣子一個 嗅覺 靈敏度 真的是 天下盡可去的 但這把他沒有蓋掉 因為畢竟對手是在轉牌 才中了他的Q 這也是一個合理支付 絕對防守 在槍口位選擇開 是他的勾圈銅色 三軍五真的是一個可以把打牌打成一個非常優雅技術 哇 又一次AA 今天的桌上AA好多 對手這裡只有八萬的後手 是可以選擇去埋伏的 因為打得光 可以打光對手 更好的位置 更好的位置是在後尾 選擇一個小的3B 那直接大門位的 老神是直接蓋掉了他的A溝 那三軍五有效籌碼只有八萬 八萬多 如果是跟住這個7個大門的話 他籌碼就會省得有點太少 要看一下這我排了三軍五的什麼處理 選擇跟住 那我覺得這邊選擇跟 如果真的集中任何一隊的話 應該就是要打完 真的細膩 Greenwood真的細膩 你有任何特別的地方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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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了 打完了 真的要打完了 卡順加抽花 那我們的選擇Aidle 呃... 有可能會在這邊做一個Check 他的AceS他用到黑桃Ace 那在上面結構 對手可能不一定有集中太多的牌 那他可能會選擇一個 嗯...Check讓對手來做一個犯錯的舉動 可是如果Stan Greenwood那麼聰明的話 我猜Greenwood也會跟著Check在後面 受牌Greenwood是沒有退路了 是已經沒有退路了 然後手剩六萬八 可以試圖打一個兩萬嗎 他其實有可能會Check啦 就拿一些Free卡 因為對手可能埋伏好會等他 那他現在免費看一張 依他這麼細膩的風格的話 他可能也會 免費的去看牌 因為畢竟他拿了JQ 那他也覺得對手JJQQ的機率降低 那JQQ也不可能蓋給他 那對手可能有AA 有AK在埋伏 所以他可以Check拿一些Free卡 打得真的好 那SJJR這邊就應該要主動 初級不再給對手免費的牌 可是他可能也不會打得太大 可能是個一萬... 一萬五到一萬八之間 應該分個兩發打完 但在他的眼裡 其實對手這裡不太像是一張K 不太像是有K 對啊 因為對手如果有K在 翻牌有一個聽畫面 他還是要打一點 所以繼續過牌埋伏 其實開這個結構 雙方都可能會互相埋伏 因為有K的也怕打了 對方有更大的K 就我說SENGW 所以他有KQ 他其實也有可能會做一個Check 他繼續埋伏第二發 那這時候我們的SENGW 也繼續的Check 多拿一張免費的牌 他到了一張圈的擊中 那現在我們的SENGW 就只能希望 對手是JJ之類的牌 只能希望對手他如果要下注的話 下得比較小 因為畢竟這把牌SENGW Open的位置是在UTG 那小芒去3BUTG 基本上都中了 我相信這邊如果打出來 我的GW可能會蓋掉 甚至他覺得對手可能是KK 打了他好手 GW現在是有一個圈的擊中 由於他兩條街的看牌 由於兩條街的過牌 其實他的牌力也是 其實是隱蔽的 但對手這裡還是可能會有一些 蓋牌 哇 真的 炎王也一直想要他死 可是他就死不了 怎麼打這個 這樣對手怎麼去對抗 真的贏不到他的錢 怎麼去對抗這樣的對手 就請全世界任何眼鏡告訴我 是怎麼去贏下這樣的對手 按道理他已經淘汰三次了 真的太強了 他回去自己肯定會 靠起對手的牌 然後去看 然後發現 會不會驚嘆 我怎麼這麼強 驚嘆於自己的 神奇的一些氣牌 好 再面對關煞尾的一個加助 後髮的選擇 開個二四 二四 銅花 那這邊擊中了一對二 選擇了一個過牌 那這樣死會是一個我們破法的一個偷雞的bluff的牌 我覺得可以在這邊試著做一個下注 結果我們破法擊中了兩對 那我們的 那我們的 Soucher Idol 可能要在這個River選擇一個投機 不然他的牌是 開不了牌的 那我就會看到我們破法拿二四選擇更注 這一定是會跟啦 這一定是會跟啦 在一萬七千五的柱馬裡面下一個overbay 兩萬兩千五 他選擇跟注 他覺得 剛好被中兩對 不然其實如果下注這麼大的 其實跟不中 那合牌其實跟不動了 合牌其實跟不動了 好 最後牌我們的破法在槍口 我也拿到了一對K 選擇加注到六千五百 好 又是我們的Ado在關煞位 A圈砸色 但是面對的是對手在槍口位的加注 我還沒有試過 我還沒有試過 選擇跟注 也是保持了對槍口位的加注者的一個尊重 Greenwood是現在只剩下四萬多的籌碼 那麼就沒有去跟住他的石鉤雜色 老师勾杂瑟 好 我们的A圈是击中了一个TPTK 那这我牌它可能会损失很多了 我们大猫威的Rolig是只有四二桶花 在这里是不太有个概念 有一个后门花 后门顺 看一看我们的颇发怎么选择 打了一个半尺 在24000的底下住12000 这里可以去主动去索取一些圈和勾的击中的Value 还有一些买顺的一些组合 但由于他自己手上block了两张K 所以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退手的买顺组合 因为买上顺的牌在他的手里 买下顺的牌出牌也在他手里 所以他这里 相对于他的KK来说 这个圈勾小的面 对他而言圈勾小杂话的面是比较干燥的 所以他可以选择这里选择check 他只能选择下住 并且遭遇了一个race 那么他这里选择 那么他这里选择 跟住了一个34000的下住 跟住了一个34000的下住 一张方片三 一张方片三 我们PoFight现在check 我们Addo应该这里要继续 作为一个价值下住 KK也是非常难受 对手的value范围 有很多的两队和set的组合 当然也是有一些bluff 但这里KK还是 蛮艰难的 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面对一个67000的 面对一个这样的下住 直接选择all in 他这里应该知道 这里要么大要么小 要么就对手是两队 或者是set 是一个秒call 要不然就是 领先的 你check call check raised very spicy very spicy play it wrong I don't know actually no I wouldn't do that I raise I bet he raised flop oh he raised flop yeah I call oh and check raised standard yeah sounds normal 他说也是一个标准的动作 啊 我们的合牌出现了一张8 那么我们的 Ado应该是被淘汰了 42 or 45 242 OK 啊 那我们的Ado是被cover了一点点 那直接是被淘汰出局 看一下我们的 啊 我们的 Lawson 是继续拿到的chunk away的A勾 选择加注到1万 2.5个BB 那我们的Lolig 在这里是用一个圈勾同色 完全可以跟注的一手牌 也是可以去加注的一手牌 看一下他在这里选择 是加注到3万2千 去抢夺 这个选择算是一个比较 松一点的一个加注 对 激进 去翻前去抢夺一个主动拳 而且面对的是一个 枪口味的加注 对 像这个就是比较脱离于 数学表格内的一个3B 因为你去拿这个牌去3B 前卫的一个 算是一个比较冒风险的一个 一个选择 选择跟注 不过他这我牌 想要打的话 是 的确是需要在翻前 去抢夺一点的主动权 对 在2千4千的级别 有效筹码是32万 哇这个有点惨 两个人都中了 他有摊牌 收到价值 选择过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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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惨了 这个争处了 这个争处了 这个真的差了 这个3B的底持 中了 中成这个样子 We're fighting, right Paul? 這球真的慘了 厲害 還是蠻危險的在面對一個槍口位做一個槍子 不過劍沒有辦法,這我牌是真的有點酷了 那我們的後手籌碼其實都還蠻深的 但這裡他可能會做一個加注 這邊對手的主動下注,這邊 我會覺得是個跟注 選擇跟注 這邊加注的話就有點暴露牌力了 而且 我們來看一下,迪斯已經到了15萬 看一下River 掉出了一張Diamond 那我覺得這邊 Ralsum這邊應該會做一個大的價值下注 可能是一個滿持的15萬 甚至可以是超持 他如果把15到20萬 Overbet All-In其實也是有可能 他如果把對手 Oligar的 一個 範圍解讀在超隊的話 他選擇下一個超級小的主耶 那是induce對手啦 那這裡是必然會是 應該是會直接 我覺得可能會直接O-In他 這裡真的是一個 對手是在這裡 那這裡是必然是吃一個Race 我覺得會選擇O-In 因為他牌力已經隱藏了這樣 然後再來這個3P的底子 而且對手還是在前衛下注了一個 3萬5千 WOW WOW 只是跟住耶 WOW WOW太強了吧 這個是怎麼 怎麼發現的啊 這怎麼會這樣 WOW這個也太強了吧 那這邊NATI有一個 K8童話 選擇家族2.5個大盲 在裝架的位置 那TownTown應該是不會跟 可是我們COTUS勢必會是抵抗 那這裡應該可以選擇做一個3PET 哇 甚至可以做3PET 可是 用跟的也沒有問題 對沒有問題 這裡的跟住和3PET都正EB 好 選擇跟住 哇 天 天生花 對到我們的NATI有一個頂隊 都不知道 強套都不知道怎麼打 那我覺得NATI這邊可能還是會做一個小的 下注讓對手不要免費買花 結果沒想到對手早就買好了 對手 選擇控制 頂隊在買畫面的控制 非常高級的技巧 繼續Check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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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之前打的都 極度小心 是打得太好了而已 是不是最近有什麼 有什麼教學的視頻 然後大家都看過那個視頻之類的 感覺有點像大家好像共同知道一些什麼事情 比之前看過的一些比賽水平高了好多啊 對 這邊可能會下一個overback 可能下個4萬之類 4萬 1.5倍之類 4萬1 下了5萬喔 更多 應該是好像是下了4萬6 他說46 籌碼是任人2個5 兩個2萬5的 那這裡K也只能去支付了 對啊 他想要把 WOW WOW Amazing WOW 我們確定一下這個傳奇經驗那個牌的感應系統是沒有出錯啦 WOW 好我們現在總買入不知不覺也達到了56人次 我們現在看到Marie Chayang有一個Paketan在UTG加1的位置 Toni G在Button選擇跟組一個3-3-3 來看一下我們的Flop 這邊是我一個口誤 是Toni G選擇是3B一個Paketan3 結果現在我們的Ruchayang拿死是4B到11萬 簡單來講就是不會蓋牌 因為Toni G只剩下2-4-5萬的抽 這裡的3-3就只能蓋掉了 面對一個4Bet Paketan3 2Betan3 Toni G 3Betan3 這裡跟不如就打完了 這裡如果跟的話不如就打完了 還是同句該不會想要O-in 賭他X-King 現在就來看對手 他解讀對手 是一個什麼樣的範圍 好 那Rushan其實也一防往常 他史實以前沒有打這麼兇 選擇跟住喔 後面只要13萬 太兇殘了 Tony太兇殘了 WOW 他是有靈感是不是 WOW 這個就太...太...cool了 那我們的綠圈應該秒O-in 被秒跟 WOW 被33call掉 被33call掉 被33call到一個spat 然後擊中3層太... WOW 太難受了這個 來看轉牌有沒有7或8 還剩兩張10 還好沒有 幾乎是拿一半的命去買set喔 這真的是有點... 有點誇張喔 有點誇張喔 拿自己一半的籌碼去買set 真的 然後還真的被買到了 真的一半 真的一半 對 我們這邊的... 發展有一個... Pocket 10 在右體區加1 2 2 1 3 1 1 1 2 2 1 3 2 5 抵抗是有一個頂隊 好,我們Tony是擊中一個抵隊 帶後門花抽牌 大家都有點東西 結果是他跳起來打 那不是我們的 Faction選擇慢打 Check他的時事 那我們這邊會不會看到 跟Mikita一樣相同的招式 是一個Check Race呢 我覺得應該會是個八萬五 Tony實在太可愛了 跟他以前的打牌風格是一樣的 錯了一個八萬八 Tony想讓他加入到七萬八 那他果然是加入到了八萬八 對嗎? 那我們的TonyG這邊有一個抵隊 那應該只能蓋牌啊 他意思是說如果他O1的話 他覺得Faction的蓋牌是不是 他選擇抵抗個二死黑桃 沒想到沒辦法繼續下去 可以看到我們的Tony 我們的Tony是真的 是非常的 非常的 健堂 那我們的Richard Young 有一個頂隊 是不是有一個被打蓋 蛤? 那秒扣 他只有十五萬的籌碼 可是也不少 只有三十個大馬 好小錢的 他大了 我沒得 你們走喔 他六萬 我打得到第三萬 哇 哇 在合牌是一張七 轉牌一張S 合牌是來到一張七 那我們的Faction是 輸掉了這時候 對抗 如果他是個明信的人 他就覺得跟他籌碼被動過 可能是不太急 好 八八就像我那天 我講的那個 三比五五原則 要看對手的形象 可能這裡 覺得對手的形象 好吧 可沒想到對手是因為 對手是二十 對二十的操作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相信數學 有時候真的看Fu 那種看感覺 真的是不準 好 看一下這牌是 TOM-1 對 Cortus的 K10對AGO的對抗 好 我們開始得到了一個擊中 那Cortus這邊是 UTG 那我們的TOM-2 他籌碼並不是很多 大概剩不到二十個大碼 我覺得這邊如果遭遇到對手的 持續的下注的話 可能可以做一個check race 直接就是想辦法打完他這把牌 那我們的Cortus會選擇C被嗎 下了一個蠻重的住 那我覺得TOM-2 這邊可以直接O-1了吧 九萬七千 對啊 就是二十個大碼裡面 你中一個頂隊 在忙著抵抗中一個頂隊 打完 就我覺得是蠻合理的 雖然 也許對手會有一些超隊 或一些比你強的範圍 可是 中頂隊真的太大了 那我覺得這個死的頂隊 不是夠大 所以我覺得可以直接O-1 也避免可以 避免轉牌掉了一些overcard 讓他變得難打 畢竟現在都已經丟了那麼多籌碼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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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個大碼左右